我想龐佩歐他在西典第一名毕业之后 他曾经在陆军服役 然后他在最新的一个 7月23号在尼克森图书馆的报告里面 他特别说他在服役的期间 他学到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共产党都说谎 所以那时候是讲前苏联 因为他基本上他那时候在东德的边境 做巡防的工作 那么所以蓬佩奥在那个时候 服役期间的印象深刻 就是共产党都是说谎的 然后在7月23号的尼克森图书馆 他就说中共说一套做一套 The promise都是空的 他跟杨洁篪在夏威夷见面 讲的都是那一套 然后就是中国就是准备美国让步 那么所以他虽然在这个所谓出道做政治人物 从2010年选举到2011年政治上任国会议员 在非常短的时间三级跳 做了CIA的这个局长 然后没有多久 11年多就到这个国务院担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繁重的工作 担任国务卿之后我们可以知道 不管是在北韩 我们知道川普终于见到了这个金正恩三次 每一次先前的部队我们都看到这个蓬佩奥的身影 那时候刚开始的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后来变国务院的这个国务院的国务卿 那么所以几乎只有短短的十年 他就从国会议员跳到CIA的局长 跳到这个国务卿非常短的时间 我们看到他精力充沛 这个不是这个非常累的这个巡游各国 他现在在欧洲 那么还要去以色列 我觉得他年轻 看起来他只有57岁 1963年出生的 相当的年轻 那么不管是四年以后 他可能也只是60出头 所以未来他还会有他这个自己的规划 他这阵子潜力 这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他曾经也做过这个一般企业的 这个这家油田设备公司 还担任总裁 对不对 所以他的跟西点的这个学校的同学 合伙还创办航天制造公司 所以他基本上是成功的企业家 也是一个有实务经验的军人 然后呢又变成了这个中情局局长 还变成国务卿 他的这个整个在美国来讲 像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嘛 对不对 他年轻的时候 他现在也很帅了 那我们看他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照片 显然是未来的前途 就算川普这个如果啦 那真的如现在所这个其他美国大部分的媒体所预测的 他要卸任的话 那他会是共和党里面的另外一个明星吗 我想他是明星 不过想要竞选2024的人还蛮多的 在共和党 包括可能川普本人 包括副总统 Pence 彭斯 那么假如说他有这种意象的话 我想这个也要看是不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状态 他年轻啊 他可以等好几好几届嘛 对 刚刚求教授说他在当兵的时候知道共产党都是骗人的 对共产党都说谎 那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为什么变成了鹰派 因为他到了CIA 他在在CIA里面看到了非常多中共这些狗皮藻造的事情 他就他除了知道中国是骗人的 现在还知道说中国是那么的坏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次中国那么生气 因为中共一直在偷换概念 一直在说 台湾既然你们台湾说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跟中国有关系 然后那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但是这个中国全世界都认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用这个东西把台湾扣住 事实上台湾从来从来没有 一秒钟曾经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旁边有讲这句话 就是把他揭穿了 就是等于把你撈开就对了 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我不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直接就讲台湾不是中国的部分 反正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个中国 台湾就不是你的就对了 所以所以中国就 中共就炸锅了就翻脸了 所以开始那什么什么人渣 什么嚼死棍 我就觉得说一个政府 就一般人如果讲这种话 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太没水准了 太低劣了 初老师提醒我们他还骂过 他是肥猪旁大 对啊就是就是一个国家 人人如果讲这种话是没有人格 一个国家讲这种话是没有国格 对这也就说栽造这个痛处了 因为如果蓬佩奥坚持说好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承诺是从雷克 这种时代就开始了 然后第三点就说这是美国两个跨党派的共识 那这个东西就绑住了就即使假设川普真的下台了 拜登也不能说蓬佩奥说那些都不算了 我要我要倒着腻着干那也不可能 要请教这个邱教授一个非常疯狂的问题 就1月20号以前川普他今天又败掉他的国土安全的局长 因为他说选举很公平 他就把他给开除了 那在1月20号以前川普还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这个CNN说这是疯狂的70几天 那在台湾很多川粉都认为他干脆1月20号以前就来台湾 访问一下甚至于要不然就派蓬佩奥来好了 可能吗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发展 那拜登的政府呢 这个目前呢有非常多不同的 对他未来的对中啊对台政策的评价或说预期 你看这个发展里面我们要从哪些轨迹里面去判断呢 当然这个拜登未来六十几天会做些什么事 我们只能够 你说是川普还是拜登 川普 拜登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的团队 这个组起来 然后能够很顺利的能够这个做一个交接 对 那么所以川普呢会做什么事 我们只能静静的观察 然后眼里各种不同的可能 然后来做因应 那么对于这个拜登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未来的这个他的接班呢 是多元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宫 这个目前已经公布的一部分 那么以及可能的这个Cabinet Member是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中一位呢 是资深的总统顾问叫做Richmond 这个美国众议员呢 恐怕众议院的裴洛西恐怕要很紧张 因为裴洛西想到议长 他希望那个众议员都不要走 对不对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民主党只有219票 对在中院 那么要过半是218票 只多一票 所以万一这个Richmond他走了 上面上面这个 对他也是黑衣的国会的Caucus的一个重要人物 那么他如果走的变218票的话 只有刚刚好 所以他是不希望众议员离开众议员 当然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要看最后开票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另外呢 这位女士呢 叫Dilla 她也是这个 变成父幕僚长 而且她在这个选举期间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白宫的这个幕僚 有男士 有女士 那么也有少数族裔的 那么未来的这个 第二波的可能是这个感恩节之后 才会陆续公布的 包括国务卿 国防部长 商务部长 我们可以说可能的商务部长 跟可能的驻联合国大使 那么都是在竞选期间 参加初选的民党人士 那么这个杨安泽 当然有亚裔的这个背景 对 那至于这个前印第安娜 南湾的市长呢 当然也有他这个 应该是有他自己的 族裔的背景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拜登的这个人士 非常清楚就是多元 而且他要这个 关于众院 目前可能希望 进入这个政府的 可能还有二三十个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很麻烦了